部分的农产品在采收后 有需经干燥处理程序的 如茶叶、坚果类、中药或蔬果的干燥等 常常会利用大型的干燥机来进行作业 但大型的干燥机的容量非常的庞大 并且需搭配各种环境条件的控制装置 所以在处理原料时 一次就需要处理非常的大量 否则不符生产成本 但对于产品实验改良和家庭使用的需求而言 若只有少量的原料要制作 使用这种大型的干燥机 则有浪费能源且不符成本的缺点 但目前市面上亦缺乏方便 且使用上较为简易的小型干燥机 有鉴于此 行政院农业委员会茶叶改良厂 为了改进上述问题 而研发出并取得中华民国专利的小型多功能干燥器技术 该项小型多功能干燥器包含有一加热的装置 一容器 一钙体 及至少有一个风扇 其中容器受加热装置加热 而容器内设有一用以制放带干燥原料之载盘 其中此载盘与容器底部相隔有一距离 钙体罐设有至少一排气孔 风扇设于入气孔 建议将空气送入容室内 并将容室内之热空气自排气孔排出 市面上干燥机只有100到500瓦 最高到750瓦 但茶改厂新开发的干燥机能到1200瓦 并能调节瓦数 另外 茶改厂新开发的干燥机 干燥温能为60到110度 可控制温度与风量 异常高温时断电装置设计 另设计的不锈钢材质 在异常高温时安全性较佳 目前市面上缺乏方便 安全且高温的小型干燥机 当干物如香菇、中药或茶叶受潮 过去只能将干物调理食用 现今可用小型干燥机去水继续保存 此外也可把水果切片 使用小型干燥机制作水果干 享受DIY的乐趣